我花了100万去搞的一条隧道炉 这一台炉呢是中国制造的 点赞 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呢 就是烤流星月饼 大家见过这种的烤炉吗 这可是我花了100万 去搞的一条隧道炉 来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在烤炉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走带大家看一下 这些呢就是我们的点火器 然后这边呢 是控制温度的一个面板来的 我们这个炉呢用的是天然气 所以说它的那个炉温 要全部显示在这里 然后这些是运行的一些灯 有什么异常的话 灯会自然的去报警 是不是非常的先进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天窗 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柄的 一个生产烤制的一个过程 来过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天窗 我们说的 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些呢 这些我就全部进行了一个不锈钢的 一个设计 然后它直通外面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生的饼 这边是生的饼 然后 我们刚刚打好的月饼 这是奶黄流星 一位客户订了2万盒 我们今天呢是加班给它生产 生饼呢 从这里放进去 到那一头呢 它就是熟的饼了 我们这个烤楼大概一天的产量 如果全部开完的一个情况下 它一天可以烤300万个饼 但是我们的那个打饼的设备跟不上 我们现在一天的话 大概烤20万个饼左右 我们只要开一个小时 20万个饼 轻轻松松就烤完了 是不是非常的先进 这个就是中国制造 这台炉呢是中国制造的 点赞 来 这些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奶黄流星 非常的漂亮 它回油以后呢 非常的软 绵香 淡香味非常的浓郁 现在卖200多块钱一盒 我们现在是工厂家 我们只要它的五分之一左右的一个价格 在下方有购买的链接